有民眾日前帶家人到內湖 一間醫院看病 把車子停在地下停車場 早上花40元 罰票隔了三天才開出來 第二次付了1000元 但足足等了一個多禮拜 也沒看見罰票 明明已經繳錢 還掃了載具 就是找不到付款記錄 向醫院詢問 回覆他的確有拍到車牌 也有罰票號碼 沒想到上財政部平台一查 卻顯示沒有發票開禮資訊 究竟這張1000元發票 到底跑去哪 有號碼的東西應該不會 他怎麼可能重開 那變成重複開了 你也不知道他的系統 到底在那時候有沒有故障 業者還是要讓民眾比較幸福 開車出門常常要找停車位 離場時找廢機按一按 就能輕鬆搞定 就是像這樣 掃一下載具很方便 只是無法直接印出來 很多時候難以及時確認消費資訊 根據規定營業人必須在48小時內 上傳資料至財政部大平台 即使業者留有紀錄 入場零星民眾過了十幾天 仍然查不到發票 很可能代表根本沒被上傳 出賣人的條嗎